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六晚英超繼續進行 富咸主場與班尼馬夫合路相逢 兩隊關為星斑馬 而且目前積分僅有一分之差 誰都不想淪為失敗者 今番過招一場惡戰都在所難免 富咸新賽季開局令人眼前一亮 尤其棋視首輪憑藉著阿力山大米道域梅開二道 頑強迫和利物浦 並在頭三輪聯賽中錄得一勝兩和的可觀戰績 是三支星斑馬便同期表現最為出色 隨著賽季深入,球隊狀態並不穩定 總在勝負之間遊走 最近兩輪敗仗是他賽季首次遭遇連敗的打擊 但利好的是,賽季至今 不管富咸最終賽果是好還是壞 往往都能攻破對手的大門 九輪聯賽僅有一場未有入球 當中不乏四場是至少攻入兩球的比賽 足見由阿力山大米道域、波比列特 和祖奧帕蓮拿等人引領的攻擊線較有保證 更值得一提的是 兩隊在英超主客場方面的表現截然不同 富咸四個主場錄得兩勝一和一負 曾經有個擊殺表現不差的白禮頓一戰 而班尼茅夫四個客場為一勝一和二負 其中得失球比為4比16 幾隊在近況欠階之下 起碼有火力和主場兩項優勢 更何況兩隊上季英冠交手均打成1比1難分高下 金將副下未必打定輸數 陣容方面中場納泰尼查諾巴停賽 中場哈里威爾遜和文娜蘇諾文等人恩相缺陣 九輪過後 班尼茅夫取得三勝三和三負的成績12分 排名聯賽中游 不過這個成績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在帕加帶隊的時候是一勝三負 其中有一段慘不忍到的三連敗 第二部分真是失碎 加利奧尼爾暫時接任之後 連續五輪聯賽保持不敗今生 而且中兩場逆轉勝 其中菲立比寧均是主導勝仗的大功臣 除此之外 這位丹麥人近四輪已經攻入了三球 腳鋒正順的他 是球隊當仁不讓的頭號射手 由目前的情況來看 班尼茅夫已經經歷過兩種境遇 由初期先後遭遇曼城、阿仙奴、利物浦等豪強的洗劫 到0比9慘遭屠殺之後換稅 再到如今慢慢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或去在賽季結束實現戶級的目標的時候 管理層還會為那場足以載入史冊的大敗而感到高興 可以明顯看到 加利奧尼爾接過教鞭之後 球隊的後防有了質的提升 除了那場仰義追三的比賽之外 其餘比賽的失球數都算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答案 今次面對開季以來火力理想的富咸 班尼茅夫至少能夠做到保和增勝 陣容方面 中場祖里亞、史坦尼斯·拿斯 和布魯克斯等人繼續因傷缺陣 跟班尼茅夫至少有的 才會是八角色的 或者是一件事 有紀念的 在島上 我們要走在那裡 我們要走在那裡 感到養分別的 我們要走在那裡